因为他心态很好 可以开玩笑 我们把它就当作跟我们没有区别 像有的一些心态不好的 这样的玩笑都不敢开 怕伤到别人 但是我觉得外星人就很乐观 而且传递了一种正能量 就即使自己身体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依然还靠自己的能力 去养活自己 包括他以前他也想 他也想过这个去工厂上班 我觉得比一些在外边一些 二三十岁的抢劫的呀 偷钱的呀 要钱的要抢得多 我说的这个没毛病吧 这第一点啊 我觉得大家都支持你 把你当作兄弟也好弟弟也好 我他妈在这说话呢 你俩能不能有一个听我说说话呢 好歹就是你俩也 哎我操了 你俩有有一个行不行 你他妈你俩还让我讲话 都他妈不提 真他妈服了 挖啥呀 啊 啊 美女啊 第二的话呢 啊 这刚才我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觉得这个散打哥呢 我不知道现实是 是 是有什么样的能力 或者是富不富裕 但是我知道一定是一个好哥哥 首先呢 能把这样的一个 呃 外星人吧 当作一个自己的弟弟 这么去疼爱 支持 呃 把你后面那个女孩啊 叫过来来 让我们看看来 外星人 把他叫了没事 那是你姐姐还是你 还是你妹妹啊 开麦 他说他刚醒来 没化妆 哦 没化妆 他是散打的表妹 哦 哎 就是说那个 我看你快手的话 都说你挺火的 说你 身边有特别多的美女 然后说你啊 不了解你的人 以为你特别骚呢 是不是 外星人 对啊 也好 然后刚才你澄清了一下 就是不是说你骚 其实是散打哥骚 是不是 把我忘了吧 让爱就留在回忆里吧 结果一分笑 神败不住 啊 你说怎么呢 他也不是呀 就就是一起那个 他一起那个 比如说他公场里面的 朋友这些的 哎 你刚才说你是处男 是真的是假的 真的呀 我医学都还在的 你你还有医学呢 你还有啊 感谢你能陪我 把梦燃烧 你这个散打哥的话 他你大哥对你这么好 他就没说就是 说弟呀 我带你出去 就没说我握给你 说话我不去啊 我不去 那为什么不去呢 那我问问你啊 就比如说 比如说有个女孩 啊 这啥发又不良的 又啥呀 我跟你说哈 就是说 这个活啊 不一定说 就是说 可以 每个 每个部位他都有活 就你这一嘴 我跟你说 你跟敏哥 你俩绝配了 我跟你说 你说有个女孩 如果说 她说那个 陈山哥哥 她说 我就想睡你一夜 她给你多少钱 你跟她睡 不睡 如果她真正的爱我 我真正的爱她 我就睡 她如果 如果 如果说 她拿钱砸你呢 说小兄弟 这么说她 不要钱 不不要 小兄弟 我就喜欢你的嘴巴 我要睡你一宿 大概多少钱呢 分分都不要我 你别在这做梦了 我的宝贝 挺好的 麦子关注点一下 点完再发一个包包里边 请我的宝贝 不是瞎子一算呢 阿哲是不是快快关播了呀 你不是有事吗 一会 不是 我想问一些 你给我 真的 我定完 啊 你问吧 你先问 你先问兄弟 你先问 你先问你呢 你先问你说你呢 我问一个这个 你这个高清摄像头 怎么那么牛逼的 我照着我一点科巴都没有 照着眼睛都是红的 你看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 你看你就是一个 又有知识的人呢 兄弟呀 你在歪来上 你在快手上火 我跟你说 那不是 我跟你说 那不是一般人就能火的 你说话 问的问题 相当有水平了 阿哲都头目赶不上你 懂我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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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星人 然后以后呢 哪个直播间 你不认识主播 你随时觅我 我就给你报上去了 外星人的话 用的是我 我这边的视频 我跟你讲啊 外星人 其实呢 不是说我的视频好 是你长得 就是特别的可爱 长得特别的可爱 大家以后都会支持你 你说吧 阿哲 你妈别我求你了 别给这扯 太可爱了 兄弟啊 兄弟啊 我他妈说你可爱 你怎么把眼睛还戴上了 你啊 兄弟 你这他妈太可爱了 哎呀 你说骂着 你要不要 好 你说 所有嘞 你 与李 一个都 shout 这可爱 员 大家